三小只在后面穷追不舍 可依托天望着最高的山峰 完全不离迷人的打扰小叫 还有自己的打算 赫家公用的人者绿青 年纪到有城府 身边还有小跟班辅佐 他亲自跟着赫家的选手扶住 手下盯着依托天 此时的辅助已经扬帆起航 赢在了起点线上 扶住的心情却有点忐忑 他不知道依托天到底想干嘛 但绿青好像是依托天的旧相识 他笃定依托天是个胆小鬼 因为他以前就是那样的人 山魁家的处境很不妙 这次比赛要是输了的话 查治国的家臣就会取缔山魁家 之后参加祭典的资格 四郎长现在是背水一战 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 依托天一人身上 即使所有人都以为 依托天是一个胆小鬼 但四郎长仍旧相信他 依托天是个胆小鬼吗 显然不是 他一定要报答家主的知遇之恩 是家主四郎长大人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收留了他 还给了他一把木刀 四郎长大人给他 这个孤魂野鬼一个家 是为知己者死 依托天拼死也要赢下比赛 三小之里面只有佐助 看懂了依托天的用意 他不是逃避 而是一开始就不走寻常路 李玉清的手下 已经在此恭候多时 他们与三小之 还是中人考试的旧相时 虽然当时被打得挺惨 但现在这些面具呢 又觉得自己行了 信心百倍的要给七半找麻烦 明人先一步追上了依托天 只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两个人八字不合 见面就吵架 依托天根本不想理明人 一心想把明人甩开 两人并驾齐驱 走在悬崖峭壁上 道路明显很脆弱 随时可能一脚踩空 可他们却好似完全没有察觉 只有在树上的佐助和小鹰 发现了端倪 原来在两人吵架的空档 面具男的幻树已经发动 两人兜了一个大圈子 又回到了原先的大树下 依托天知道中了幻树 立马结印破解 然后自顾自的朝着出口跑去 明人正想追上去 却隐隐约约中 听到了小鹰阻止的声音 回头却没有看见人 他感知到事情的不对劲 依托天以为自己解了坏数 殊不知这就是敌人阴险的招数 正当他洋洋得意的时候 一脚踏空落下了学崖 幸好明人冲下学崖 伸手抓住了他 佐助和小鹰则在后面 合力拉住两人 明人抱怨依托天太猛撞 而依托天还是那个坏脾气 张牙舞爪的挣扎 把明人腰包里的忍惧 掉了个干净 可怜的玩儿 这下本就捉襟见着的佳境 立刻雪上假霜 依托天被叫上来也毫不领情 还来了一句多管闲事 这彻底点燃了 明人的怒火 而依托天就觉得 这本来就是你们的任务 就我是应该的 这堵得明人哑口无言 不过依托天终于解释了 自己走陆路的原因 海门打开的时候 他发现强劲的季风正在袭来 而北方的港口 有一道通往目的地走的海流 所以坐船出发 一路逆风的辅助 不一定比他快 而辅助那边 确实正如依托天所说 遇到了风向不利的情况 一步快步步快 在路上奔跑 躲过那一封地段的依托天 终于到了顺风码头 借了船老大的船 扬翻顺风而行 按照依托天估计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到达对面的陆地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而躲在暗处的敌人 会让他们如愿吗 航行在避泊万情的海面上 急遭到依托天 心绪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他的身世不一般 特别看不起忍者 又会一些忍术 小英总觉得 他的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事实也确实如此 名人自称差点当上忠人的事情 让依托天很惊讶 他情不自禁地说道 看来忠人考试的等级降低了 至此左处想起了 墨叶村有个长得凶神恶煞的考官 名叫森乃一笔喜 这让依托天十分诧异 他没想到一笔喜大哥竟然还活着 双方剑拔弩张的关系 终于得到缓和 可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只穿云剑射到了甲板上 敌人如愈而至 防毒面罩三兄弟还是有点本事的 先是弓弩自豪 接着就是登船作战 不知何时 愚人的分身 全部切入了名人他们的船只 名人本来没有把分身放在野里 可左处开启了血轮眼 发现他们的本体就藏在分身里 小英负责保护一坨天 名人一时不察 被其中一人狠狠按在地上 就在小英和左处都十分担心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名人是个分身 分身就应该用分身来对付 无数个名人分身袭来 愚人压根不是对手 但他们没有放弃 本体趁机施展水盾黑雨之术 所谓的黑雨就是油 没一会儿 黑色的雨水就从天而降 精准降落在名人他们的船上 足足没有差距的异样 打算施展火盾 幸好小英即使阻拦 可很快一只火箭射来 转眼船上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也让一托天想起了和一笔喜大哥的往事 他的情绪变得极其不稳定 拒绝相信七般的忍者 害怕他们把自己当作诱饵 不愿意跳船游到前面的港口 眼看敌人的水分身还在持续攻击 危急时刻 小英怪力发作 力拔山西气盖室 直接拔起围杆横扫一大片 然而对方的苦务却静止 瞅一托天起来 小英挺身而出 帮一托天挡住了伤害 然后坚定地请一托天相信他们 终于一托天放假顾虑 先一步跳入海中 把战场留给了七般三人 然而防毒面具三人组紧随其后 捉住名人就海底拖 战场水分身的鱼人 在海底站住了主场优势 知道出多个分身 轻易就控制住前来搭救的佐助和小英 发现两个伙伴因为自己伸出险境 名人抱了一下小宇宙 施展了多重影分身之术 鱼人们嘲笑名人的影分身 肯定比不过他们的水分身 可下一秒就看了一场大戏 无数名人分身在他们下方施展螺旋丸 强力的查克拉带动水流 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这就是螺旋丸第一阶段的活学活用 鱼人一个个被掘入海底 佐助趁机忧伤海灭 而小英因为体力不知昏迷了 名人英雄救美 背着小英直接在海面上淋过微步 要不是最后一下被浪头绊倒 来了个脸杀着陆的话 那英雄救美的姿态堪称完美 佐助的脸色有点异样 他没有想到住院期间 名人跟着自来野的特训 效果那么突出 现在的他只能慢慢走上岸 那边的一坨天出现很不妙 顺利游到了对岸 却正好碰见了旧日相识 今日敌人的绿青 绿青打算慢慢折磨一坨天 从身体到心里对他进行全方位打击 好小大哥一比戏逃跑 成为木叶村的盼人 任何事情都只考虑自己的差劲的男人 说吧 别手持毒针射向一坨天 跟一边 辅助已经快到终点神社了 遍体离伤的一坨天深陷绝望 现在的他站都站不起来了 掉落的木头被绿青看见 他想拿过来看看 却被一坨天拍开 这是他和家主大人的羁绊 不能让绿青玷 绿青被彻底激怒 他无情地踢打着一坨天 大局已定 他打算好好系动一下这个失败者 就在一坨天以为自己 已经没有办法实现老大的心愿时 七斑三小只及时赶来 好似在黑暗的雨雾中 投下了一束光 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一坨天 令人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不过绿青看不起都是吓人的七斑 他迅速跳上半空 手持雨伞狠狠向地下甩去 很快地面出现了军裂 众人被压在地上站不起来 看到七斑的弱机表现 绿青不愿再耗费查克拉 手里的毒针再次甩出 七斑三小纷纷中招 绿青还很贴心地提示 中了他毒针的人 即使再强劲的身体 都活不过几分钟 自答的他觉得 让七斑的人等死就行 说吧迅速撤退 他没想到的是 等他走后 小英就拿出了 刚手特制的戒毒文 溶洞里 七斑和一坨天在火堆前 已经恢复了元气 一坨天也道出了当年的秘密 他和绿青都曾经是木叶村的忍者 他是下人 绿青是中人老师 中人考试没通过的他 轻易听信了绿青的建议 投出了木叶的宝物 尽数卷轴 和飞奸的武器雷神剑 只为成为中人 可每次到绿青说的 成为中人 是成为渔刃村的中人 他不愿意 最后成为了流浪人者 而绿青拿着宝物叛逃 成为了渔刃村的上人 自此 一坨天这个木叶村的飞毛腿 只能在外流浪街头 最后因为学艺不经 沦落成盗匪 直到遇到了次郎长老大 名人感同身受 看到一坨天一脸的萎靡无振 自怨自哀 他生气的走上前说道 比赛还没结束 不是还有一个人相信你吗 一切皆有可能 这时候怎么可以放弃 不能跑了 我背着你跑 总之不能放弃 此时的辅助已经到了神社 胜券在屋的他 打算中场休息下 鲜花捉紧的时候 同伴们自然奈何不了他 可只要他有狼狈摔倒的那一刻 面对的就是万丈深渊 名人的嘴顿还是厉害 轻易说服了一坨天 他想起了借他船的船老大 想起了村子里被欺压的商户 想起了那些被暗孙的队友 更想起了重新给他安定生活的 家主大人 他不愿意再当一个丧家之犬 心中的小火喵再次点燃 再时不能动弹的一坨天恳求 名人背着他继续前进 看着重人兜知的一坨天 名人手上快答应 两人一头扎进暴影中 只因为前方有一只牵挂等待着人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